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曠正宇 今天是2024年9月3日 星期二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 香港國大最新的熱話資訊 先講講天文台的最新資訊 這個風接下來來勢洶洶 估計今天之內應該會掛1號風球 接下來幾時會掛更高的風球 另外最新的風暴預測如何 和各位一起整理一下 另外也講講香港國大的最新熱話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抗進月的頻道 看廣告月牆是對抗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有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的最新報道 有關這個魔戟的颱風 天文台想著今天內就會發出1號風球 會不會掛更高的風球 取決三大因素和颱風路徑 答入2024年9月會不會有雙颱風共舞 天文台表示按照現在的預測路徑 熱帶氣旋摩褶 就會在今天9月3日 將日本港800公里範圍內 隨後就會靠近華南沿岸 並進一步增強 較大機會移向廣東西部至海南島一帶 天文台會考慮在今天下午至晚上發出1號屆被訊號 會不會發出更高的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就要視乎魔戟的強度 環流的大小和與香港的距離 受它的影響 廣東沿岸本周後期天氣轉壞 風勢會增強有狂風大罩雨 海有大浪及湧浪 市民要留意最新天氣預報 根據天文台熱帶氣旋路徑圖 摩褶在星期二、9月3日 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 到星期四、9月5日 就會以颱風級別進入本港400公里範圍 隨後再升級到強颱風級別 之後以偏西方向移動穿過海口市 目前直吹香港的機率最高一成 根據美國全球預報系統最新預測 摩褶星期二、9月3日 進入南海 隨後移向香港方向 星期四至星期六 9月5日至9月6日 最接近香港 之後轉向偏西方向 穿過海口市 另外有經常分享天氣消息的 內地博主引述GFX的數據 他就說9月3日可能會出現雙颱風共舞 即是颱風摩褶還有颱風利皮共舞 其中更可能會發展成超強颱風 提醒要警惕颱風爆發活動 做好防風準備 他這樣說 這個颱風有點強 而且有些多 也不是什麼好事情 大家要做好颱風防禦準備 不過現在為時尚早 天氣預測受到多項因素所影響 變化很大 不同的預測模式 都只能夠當作參考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這個風來勢洶洶 根據內地博主的預測 有機會雙颱風 這個內地博主上次 預測的颱風路徑也有些準 今次天文台就說 今天下午至夜晚 是會掛1號風球 另外估計風勢會越來越強 9月6日是最接近本港 掛不掛3號 還要取決於稍後的時間 颱風路徑和這次的風力的強度 另邊商估計有機會霜颱風 若然真的霜颱風 到時的風又不知會怎樣走 持續和各位更新風暴消息 另外也講講各大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話說的士商會昨天就說 好像是鱷魚的學生夾錢坐的士 澄清歡迎乘搭 就罵記者回頭 罵記者亂寫東西 問題到了 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換屆過後 由業界元老陳舟 是從長李市長一職 表明無意訪校前任理事長周國強進取的作風 不過陳舟近日一番言論就惹來爭議 他接受報章訪問的時間就說 陳舟是急需點對點服務的乘客 就說不是讓你們那些三四個學生坐 就乘搭一輛的士上學 不是讓你這樣用 陳舟接受01訪問的時間就說 當時是想表達的士和其他交通工具的車費 差距是收窄的 強調並非不歡迎學生坐的士 就說大家怎樣夾錢都好 坐的士沒理由不歡迎 如果不歡迎學生哥坐車 那就被人罵 他認為是溝通誤會 就說我們不是這樣的意思 大家怎樣想我也沒辦法 記者亂按寫我也沒辦法 重新歡迎學生坐的士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話說新任的李市長就說 大家誤會了 原來他昨天就說 那些的士不是讓學生哥 四五個人合同一起上學 此言一出就被網民罵 就說他好像是歧視學生哥 夾錢搭的士 他就澄清非也不是這樣的意思 你們學生哥怎樣夾錢 沒所謂的 最緊要就是有生意 另邊商就說是記者亂按寫 嘩厲害又得罪記者 最新情況不知大家怎樣看 不妨留個言聊聊天 另外亦都說這件怪話 根據AM730的報道 網上也說 上班時間巴士行錯路變過海 網友在社交網站分享 然後承巴現身回應一句 內文提到 香港巴士車長不時一日要駕駛多條路線 記錯路線行錯路的意外偶有發生 有網友在上班日早上重彎仔 搭乘巴七八八線 往柴灣的時間 就遇上失魂的車長 不小心接載全車的乘客 由車河就去了洪水過海 事主時候在社交網站發貼文 形容身處洪陷當刻 有一刻在想是不是幻覺 又笑言 希望老闆相信我這個遲到的故事 鐵文亦都提問到 承巴官方網站的帳戶 是出面回應的 就氣稱 恭喜成為幸運而 獲得免費過海之旅 鐵文發布十二個小時 已經獲得超過三千三百個讚好 超過二千三百次的分享 亦都超過十二萬八千次的瀏覽次數 事主表示 最終車長來回洪水過後 是繼續柴灣的行程 由灣仔入境事務大樓上車 往柴灣用了時間約半小時 又說車上的乘客都很冷靜 就說上層完全沒有人出聲鬧過 有網友認為 車長遇上到一班好乘客 就說他真的遇到好乘客 真的吵來都沒用 快點解決問題才是上七 有熟悉車務的網友分享 由於成巴過海路線118 和港島路線7800 是共用車長 以往都試過兩條線交換走錯路的情況 就說成巴經常要司機換線 所以容易走錯 也有人笑言 與其擔心上屍信不信 就說只要是流量夠高 推導給老闆發現這件事是真的 就沒問題 以上來自AM730的報道 幫忙說一下 這件事真的 原來坐成巴 不小心過了海 巴士司機失魂 不過整車乘客都很好脾氣 沒有人鬧過 結果成功順利去到目的地 不過就遲到了 希望相關的老闆 見到這宗新聞的時間 就不要責怪員工 另外也提到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柏麗大道四間門店 租到最租 當中謝瑞倫就說 和業主探討減租 並盡快解決事情 內容提到 本港零售市道 持續疲約 有知名品牌 捲入欠租9分 謝瑞倫 2021年2月租33萬元 是租了尖沙咀柏 柏麗購物大道 四個舖位經營分店 不過兩位業主指 謝瑞倫珠寶 在今年6月開始欠租 謝瑞倫表示 因應近年 尖沙咀柏麗大道 零售市場的潛力急劇 轉弱 所以關閉有關門店 並和業主探討減租 現經過有效溝通和和解 業主方已經確定 會盡快和 向法庭撤銷傳票金 並盡快解決事情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謝瑞倫四間店 後來報道欠租 租到業主入品 不過當中據報謝瑞倫 就說 柏麗大道的零售市場的潛力 急劇轉 所以他們自己也關閉了相關門店 其實零售管理業協會主席謝優安儀 正正擔任謝瑞倫主席 抗議這個情況的確 或多或少正面反映香港的零售市場 最新據報解決到的和業主談妥了 估計會盡快撤回法庭的傳票感言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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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